我眼裡還未曾見到你們 但我的身體和你們已經在一起了 至於我的心、我的魂 一早就和你們在一起 每年到三月份這個時候 我經常都會想起曾宗明 或者應該是說曾宗明和汪精偉 曾宗明是誰呢? 曾宗明他是福州人 即是今天的吻喉人 是曾省的弟弟 畫家方君碧的丈夫 在1912年 即是他只有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跟著汪精偉一家人 去到法國讀書 在法國那段時間 汪精偉教他國文、歷史、作詞和寫字 他也先後得到法國波特大學 化學學士和里昂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他後來回到中國之後 就做了汪精偉的秘書 一直都陪伴在他的身邊 兩個人都為了國事而奔波 憂國憂民的感情 可以說是同出一切 那麼1938年底的時候 汪精偉去河內 曾宗明就跟著他一起去 1939年3月21號 曾宗明不幸被暗殺汪精偉的特務 互相而誤相而誓 他留下很多本法文和中文的著作和譯作 也都有詩詞的寫作 為了紀念曾宗明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曾宗明和汪精偉的關係 是多密切 1939年3月27號 即是曾宗明去世幾天之後 汪精偉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 叫做《舉一個例》 在裡面他不僅指出 主和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 而是共同的主張 在這一篇文章 他更加有講到 曾宗明臨死的時候 很正宗 和簡單地有兩句說話 國事有汪先生 家事有我的太太 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了 所以我一息尚存 為了安慰我臨死的朋友 為了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 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 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 以其主張的實現 更何況 這個主張的實現 是國家民族生存所係 是國家民族生存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